这颗可爱的石壶居然开花了 很意外 是不久前花友送的 在这里说声谢谢 这个花真的太漂亮了 非常感谢 当时是从几位花友那儿 收到了这么多花的 在这儿一并说谢谢 我争取把它们都养开花 好 言归正传 接着说这个开花的石壶 上网查了一下 这个可能是叫美花石壶 化如其名 真的很美 它很特别的地方是 花心里那一个圈 有点像个星形 而且还有一周圈的小毛毛 超级可爱 这个美花石壶 我觉得生长速度可能会挺快的 你看这个花早晨起来的时候 我发现有三朵刚刚张开口 到下午的时候 这三朵就完全打开了 它的生存能力应该很强 这些是从花友的那一盆上摘下来的 真的就是跟摘果子一样摘下来这些 回来之后我就埋在这个盆里 用的是树皮混合物 挂在很明亮的室内 每天给它的叶子喷喷水 当时它是带着几个小花苞的 我以为它会落掉 但是就看着那几个小小的花苞 飞速的长大 这都说明它的生存能力真的是很强 繁殖的方式也很简单 就是掐一些枝条 埋到土里就能活 看这两个花中间 那有个小苗 苗很小 但也已经长得小根了 等到它长得大一点 摘下来埋到盆里 就是一颗新的 当然也可以分株 就是把它从盆里取出来 从根部分开 分成好几颗 分株可能就是相对麻烦一点 从上面摘芽折枝相对简单 它在原生状态就是长在树干上 或者是长在石头缝里 所以它的盆栽机制要求透气透水 它喜欢湿度比较大的环境 所以可以经常喷喷水 浇水也最好是干湿浇替 浇水频率根据季节不同 需要做适当调整 冬季尽量少浇水 夏季可能就要经常浇水 喜欢通风 具有明亮散射光的地方 不喜欢强光直射 但是也是可以根据季节的不同 做适当的调整 比方说冬天可以晒晒太阳 春秋不太热的时间 早上可以晒一会儿 夏天就最好别晒了 湿河生长的温度是15到28摄氏度 冬季8到10度也可以忍受 所以在悉尼的话可以在户外跃动 当然如果室内有条件的话 拿到室内当然更好 因为是盆栽的 所以可以放固体缓湿肥 当然也可以用液体肥 它的原生状态也是在比较贫瘠的地方 所以施肥的话也是不要施浓肥 薄肥勤施 施肥的频率当然也是考虑它的生长状况 长得快的时候多施肥 冬季长得比较慢 就少一点肥 或者就不施肥了 美花石壶的花茎不是很粗 也比较软 花朵数量很多 所以可以做吊篮 就是把花盆吊起来 这样成一个花球 希望我这颗下次开花的时候 能够开成一个花球 如果养在户外的话 要注意防虫 它的茎很软 叶子也不硬 虫可能比较好下口 我今天早上就发现我的巧克力 文心兰 长了一个新的花剑 已经一眨多长了 但是被虫咬断了 太可惜了 所以养在户外的花儿 注意防虫 就会给了我 非常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